烟囱 工业时代留下的巨大厂房 依然深沉厚重 但也有着气氛缭络 这暂时留下的空白 正好成为新一代孩子的乐园 我们一起帮他 老公 老公 无论时代幻变 千百年来 景德镇三个字 是无数人梦想的代名字 在烟囱的高度 一个更广大的景德镇便展现眼前 半空中 一切都是大概的轮廓 所有这次工厂被车流 人流和繁华商业建筑所掩盖 景德镇出了瓷器 还有更显为人知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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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来乍到的人们为了生计结成同乡会相互扶持 这种亲缘纽带关系令至此分工更加细化 明朝中后期余光的军队驻守景德镇 此后都昌人结昌的行业帮会 在景德镇的势力盛极一时 形成今天所谓的集群优势 我曾经考察过就发现 我考察过一个小伙子 他从渡上来 他来了以后 他就首先找到了在当地的亲戚 找到亲戚后 他就学了一门画坟彩的手艺 等他一旦画坟了以后 他就想自己开店 然后他想自己开店的时候 人手不够 他就请了他的乡下的表妹表弟 堂哥堂弟 那么请了以后 这个家族就开始 就做这方面的手艺了 事实上 这些聪明人 除了覆盖磁器生产之外 还涉及销售等一系列环节 似乎不给后来者 留下太多生存空间 然而 竞争永远是不充分的 控制景德镇此夜的 都长养户们没料到 明代中夜 他们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今天的年轻人 都热切投入这个新鲜 且迅速变化的时代 但在景德镇 这个举手投足 都能带出故事的地方 所有人都是历史区的主角 在这里 过去不是负担 而是前进 不可或缺的动力 江智辉 请他证人 他的名字透露 其祖先 来自一个 叫做 灰州的地区 灰州地处偏僻 深所群山之中 水路令此地 别开盛念 这里的商人 可以从奇门 下昌江 经过景德镇 濮阳湖之后 到达长江 通过长江 再前往全国各地 因此 景德镇 是灰州人出山的 重要亭靠地点 十五十六世纪 地球正在经历 寒冷的小兵器 于是 欧洲人揭开了 大航海时代的序幕 此时的欧洲人 特别是荷兰 以及英国这样的 海洋国家 人们纷纷离开故土 漂洋过海 投入开拓地球的事业 同时期的中国 明朝也遭遇 寒冷干旱气候 各地灾暴凭传 崇山峻岭中的 灰州人大局外出 顺流而下 前往景德镇和全国各地 开启中国商业史上的 一段传奇 商邦里边影响最大的是 灰州人 因为我小的时候 也是景德长大的 我就知道 景德真的布店也好 酱油店也好 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 它大多数都是一线人 回看历史 似乎充满机会 但若身在其中 还能发泄和捕捉 需要敏锐的嗅觉 当时 灰州人便具备这样的能力 明代 朝廷在景德镇 设立玉瑶厂 扩大瓷业生产规模 加速了城市发展 吸引大量商人和匠人 随着商人和小业主的原始资本积累 又出现了雇用劳动力的工厂 此业已经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于是 围绕着制此业的各种商业活动 开始在景德镇呈现爆发增长 这个地方 充满商机 在今天的景德镇 尽管居民的祖先来自四面八方 难以从表面区别他们 但依然有线索可寻 父亲告诉江志辉 正直和守信是辉州人的商业信条 他尝试制作和销售手工刺激 并展示到自己的小店里 在这里 情投意合的顾客会变成朋友 而朋友又带来更多的顾客 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 聚集了如此众多喜爱瓷器的人们 他们互相帮助 相互欣赏 今天景德镇的人们 在优美环境中 讨讨论陶瓷艺术和人生理想 然而多年前 江志辉的祖先和其他灰州人 并非为此而来 从明代开始 大量灰州人在远方寻找生活 且路途遥远 交通困难 当他们离开故乡 父母都会在悲囊中 留下一根红绳 若孩子在外出人头地 便将红绳寄回个家中 以慰藉家人牵挂之心 若生意失败走上绝路 那条红绳便会被系上白线 送回老家 以谢父母养育之恩 今天我们关注灰山 在历史上的巨大成功 但谁又在意 这些成功 都是以背景名乡为代价 今天无法得知 这种传说的真假 但灰州人勇往直浅的气概 为景德镇日后商业的繁荣 注入一股鹦鹉之气 尽管灰州人商业才能突出 但号称是八省码头的景德镇 绝非一般村镇 清代兰普在景德镇逃路中说 景德一镇 则故一难一大都会也 在这个繁华的瓷器之城 都长人和普洋人 早已占据质子产业高地 汹涌而来的灰州人 是否做好准备 距离景德镇 四十分钟车程的东部码头 如果不是因为水流的声音 和人们在路上 偶尔发出的声响 可能一整天都非常安静 这是极致繁华后的沉浸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 这个码头对景德镇变得举足轻重 这条河与昌江相连 是浮梁东部地区联系外界的主要通道 当年大量制造瓷器的关键原料 如高陵土 幼国和摇柴 就是从这里远远不断运往景德镇 支撑着景德镇辞业发展 和伟大的世界梦想 这个码头和这条东河 可谓景德镇的生命线 如果扩大而言 这里支撑了中国古代 数百年的瓷器大业 今天 码头青石板上 被独轮车压出的凹痕 是古代东部码头繁忙景下的证据 然而 繁华背后 尽是沧桑 由于距离今天雾园 只有一山之遥 大量雾园人来到这里 他们和当地人的冲突 此起彼伏 1708年 由于争夺高陵土的贸易权 当地商人利用恶性手段 排挤物园人 于是在这个地方 泄斗不断 这个故事 被捐刻在码头 乾隆年间的石碑上 碑文告诫 不论本地或外地的所有船户 庄运高陵土 必须听从吊钱 不得七行八市 若有违令者 立即 批加代索 发展河边示众 严明的法令约束了无序竞争 东部码头的运输贸易 才得以蓬勃发展 景德镇产业链条的辐射影响力 不仅形成了先进的生产分工 更对周边地区 社会新秩序的形成 起着推动作用 在过去近400年 这里一度成为景德镇 东部地区 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 输出的质磁原料 成为景德镇此起世界梦想 最坚强的后盾 于是 辉州人的船舶 源源不断地涌向景德镇 一时间 昌江流域 车际周连 白隔蒸馏 景德镇的城市结构 开始为之改变和生长 在镇区流域的昌江两岸 三旅庙码头 李世渡码头 中渡口码头 湖南码头 曹家码头 摇柴码头 米船码头等八个船舶码头 相继修结和完善 水上运输业务 统一有船航 船帮 航汇等组织把持 这些码头 接纳来自浮粮和骨灰州 源源不断地置此原料 和生活物资 景德镇于是有了 昌江通渠之称 若干年后 还是在那些码头上 景德镇瓷器 踏上了前往世界的旅途 做完了瓷器以后 又从下游 可以运到波阳湖 波阳湖可以进长江 也可以运到干江 干江通过大雨到广州 所以的话 在这里的交通和地理的环境 决定了这个地方 是最开始 是一个陶瓷基山地 公元1492年 哥伦布登陆美洲东海岸 直到去世 他都相信 自己登上了东印度群岛 虽然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但新大陆的发现 却是人类历史上 一个重大事件 欧洲人因为发现新大陆 忽然得到了一大笔财富 他们一方面将这笔财富 用于发展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 另一方面 用于购买东方的奇珍异宝和香料 那些闪耀着神秘光芒 可精美图案的景德镇瓷基 在此时被大量地传递到 地球另一端 海内外贸易的繁荣 促使景德镇此业大爆发 工厂手工业也得到长足发展 掌控制此业的都长人和颇养人 生意日益兴隆 灰州人虽然控制了制此原料供应 但并不满足于此 他们相信在繁忙的景德镇 肯定还有更大生意空间 然而 机会究竟在哪里 京德镇欲自向 水泥的路面和参差不齐的低爱建筑 令这条巷子失去了自己本有的特征 不过现代的足迹 并未能完全踏平历史的褶皱 欲自向二号就蜷缩在小巷神处 这里曾经是景德镇 赫赫有名的圆城永愁断庄 是灰山汪源的产业 今天居住在这里的是汪家第四和第五代后人 时光荏苒 物是人非 今天依然可见数百年前 灰山的格局和气势 这里不仅留下汪家多年的生活痕迹 更是景德镇当年辉煌商业的见证 昔日的玉自向热闹非凡 汪家当年的绸缎庄就有四届 静与静之间 有过街楼相连 除了在经营绸缎不疲 他们还在景德镇购置田产 而灰山的浮昌龙文迹和原发树指号 开设在附近的上荡铺路 灰山谋略深渊 他们几乎不涉足 都长人和颇养人 跟其稳固的制辞环节 瓷器制造之外的行当 才是他们的目标 今天看来 这种寻找行业缝隙的商业谋略 避免了正面冲突 商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 16世纪脱离了农业 有着完整手工业链条的景德镇 已经成为一个绝好的商业战场 身份上记载的其实是光绪年间 就是辉收商人 主要是那个布商和江西 就是本省商人之间 就在景德镇 为了经营这个布业 而发生了这个冲突 因为辉收商人 其实是当然是在 景德镇 他从事布业 应该是龙头老大了 他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 景德镇徽商 在明朝中后期开始 逐渐控制了这个城市的丑部 医药 油盐 南货 茶叶 茶楼 酒馆 典当等十几个行业 徽邦成为掌握至此业的督邦外 景德镇最举足轻重的航邦 明末清初 在景德镇以行业命名的地方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新地名数量是原来的1.5倍 为了开拓更加广大的商业空间 这个城市开始超越其核心地带 玉窑场 缓慢向南生长 镇区范围延伸着今天的小港嘴 商业繁荣又引来大量人口 景德镇这个因辞业而生的城市 不再是一个单调的工厂 逐渐发展出来的配套服务商业 令其血肉丰满 景德镇是第一小学 曾经是徽商会馆旧职 在明清时期 大约200年的时间里 这个地方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景德镇的商业格局 今天 徽商会馆已不复存在 只有这个异地安置的五凤阁 似乎在低声叙述着 当年会馆中发生的那一幕幕 或黑或白的江湖故事 会馆里面它里面还有祭神 还有祭祖 它通过祭神祭祖来达到 一个地方的文化认同 然后又通过这个 这个宗族的血缘的关系 来团结 团结这个一个族群 来垄断某一个行业 然后又团结起来 防止自己受被别人所欺负 徽邦并不满足于 在景德镇的成就 他们的事业广阔 在全中国的版图上 各地徽邦相互呼应 互通有无 然而景德镇的徽邦 却与他们的老乡有所不同 因为景德镇此起的世界声誉 他们把眼光 偷到了更远的地方 瓷器归根结底是景德镇的灵魂 所有的商业价值 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而衍生出来 十一世纪 当地特殊诱料烧制的金白瓷 令景德镇得名 从而登上历史舞台中央 十三世纪 景德镇凭借高领土 和西亚的苏玛里青 创造的原青花 开创了中国右下 彩瓷器的宏大篇章 使得这种中外文明交融的产物 成为古代世界的奢侈品 景德镇的徽邦人 当他们用商业视角 这种被普遍理解和接受的标准 来思考陶死公益的时候 变化就开始了 王熙良 足迹徽州一县 1922年2月 出生于景德镇 是今天景德镇 最德高望重的陶瓷绘画大师 我到现在认为自己 还是一个营销生 并不是什么大师大师 人生能够有点上进心 我认为还是好重要的 19世纪的陶瓷绘画大师 王大凡 就是王熙良的叔叔 我叫我叔叔叫爷爷 我爷爷 我师兄画得好 我画得好杂 他是中中的 他最后一句 他画得比较板 画个东西一模一样 你现在画得不好 但是你画得好多 他这一句的就把我搞过了 所以我就记得这一句 我到现在几十年 我都记得这一句 这一句话 第一个人的一生 都有好杂的作用 祖籍灰州的王熙良 以绘画名养天下 其实 早期的景德镇陶瓷上 显有人物故事图案出现 陶瓷绘画 还是与灰州人有关 十七世纪 这个城市虽然外表繁荣 但瓷器品类开始固化 而且全球多处都在模仿景德镇 因为康熙的海景 它有一个缺缓 就是不太能出去海景 然后日本瓷器 它作为中国瓷器的一个替代品 它外销了欧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中国瓷器里面 就是卡拉克 卡拉克风格的话 日本瓷器就会仿 它有很多就仿中国的 对欧洲人当作的就是中国瓷器 就是东方瓷器来销售 由于外销市场巨大 在福建平和县 也仿制大量景德镇 克拉克茨用于外销 至今大量存在于东南亚和欧洲 尽管它们质量不如景德镇瓷器 但奈何福建沿海的趣味和价钱优势 此时的景德镇灰上 以敏锐感觉到 这山雨欲来的气息 今天安徽色县属于明代辉州府 是17世纪中国的出版中心之一 当时木刻版画非常的发达 人们因为看戏 看完了就完了 就记不住里面的人物了 然后通过这个木刻版画 我们可以把那些人物 牢牢地记在戏目当中 而且我们可以背诵里面的很多的故事 惠州人在景德镇经商 当然就很可能会把这些画谱 带到景德镇 那成为就是瓷器 就是姚公的一个样稿 画瓷器的样稿 所以版画的现身以后 也给景德镇的这个姚公 找到了新的图样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比如说 有些当时游行写那个唐诗 画那个唐诗的意境 那这个就是从惠州版画 比如唐诗画部里面 就是完全的模仿过来 词画和版画之间 是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万历以后的青花词和五彩词 甚至广彩词 在风格上出现极大的变化 一改之前花草图案的局面 将木克版画中的题材 如当时流行的小说 戏曲 画本的故事和人物 被大量绘制到瓷器上 瓷器里面很多这时候 他会觉得画戏曲故事 而且当时的那些戏曲小说的话 它也是会有插图 所以这也是就是说 使得他风格转变 比如装饰风格转变 他会选择一些当时老百姓 喜闻乐见的一些 就是绘画的题材 从此 景德镇的辉州籍文人雅士 将他们擅长的美术和书法 大量运用于陶瓷上 将新安画派的风格 融入景德镇的陶瓷彩绘艺术中 直接导致后来珠珊八有的形成 以及景德镇陶瓷绘画艺术的繁荣 我认为啊 画画完全是靠生活 来自生活的 来自说你写生 你就面对生活 在生活里面 可以发现一些东西 今年九十六岁的王锡良 继承和发展了周山八有的文人画一波 成为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史上 一个最重要人物 你看我们到新店画画 实际还是要人家帮忙的 颜色 皮苔 都都是人家造好了 人家在上面没有名字 写你的名字 这个实际不是你一个人的 是大家的 你要感谢人家 我是这样认为 你不要自己画得了不起 感觉那么了不起 王锡良认为 绘画来自生活 而在他的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是三个人物 我第一个老婆是亏欠的 没有很好照顾她 她跟我家里亏欠的这么多 是我这几十年 在她的帮助下面 有一点点在医学上 有一点点的成就 所以我非常感激 也感激我妈妈 也感激我叔父 也感激一些很好的老师 创作人文化与传统图案最重要的区别 是要用作者自己的眼睛和思想 去观察和体会这个世界 这是对传统瓷器艺术的创新进步 王锡良以其敏锐 宽厚的心灵和精湛的技艺 成为这个时代纪念碑式的陶瓷艺术大师 人文化运用在瓷器上 为景德镇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从17世纪开始 景德镇作为中国手工业中心 瓷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瓷业的高度发展带动了城市的兴盛 江南制造 包括上海松江一带做棉布 南京一带做丝绸 还有我记得十三会做铁印 它慢慢走向了专业 城市专业化 所以在这个年轻以后 景德镇一花独放也有这样的原因 它很多的行业 它就慢慢地由以前的分散 就慢慢地集中在一些专业化的城市里边 社会分工促进工商业繁荣 农民开始大量转变为手工业者 而手工业者就是最早的城镇居民 商人开始成为市民阶层的重要部分 辉州人其实对于就是明代晚期 整个中国瓷器不仅是瓷器了 整个中国的一个时尚的话 它还是有影响力 它会跟文人结合起来 康熙年三藩之乱 景德镇本地摇护受到打击 于是瓷业和社会形态发生了重要转变 本地人大量退出烧药业 外地人以几贯为纽带 组织同乡邦会 建立各种会馆 人群结构发生变化 预示着这个社会即将改变 中国自古以来 农村和乡村它是联动的 它并不是没有关系的 城市的 这个城市工业的衰败 也会带动乡村的手工业的消失 那么乡村的手工业的消失 和城市的手工业的消失 那就意味着中国 要从以前的整个的社会制度 还生产方式 包括对世界的看法的 一系列的 一场革命啊 二十世纪初 景德镇帮派伶俐 至此工序更加以籍贯划分 但当产业分工发展到 乡里亲缘关系时 便埋下了危机的伏笔 玉瑶厂围墙外 彭家上楼十三号 这座老宅有一个洞厅的名字 退私别墅 年纪七旬的女主人 至今依然称男主人为老板 尽管这个老板 名不负实 无数群一辈子没做过生意 退休前是国有单位工会干事 但他很享受老板这个称呼 当这个称呼 回荡在老宅子里时 时空仿佛发生了变化 这座房子建于1910年 主人是无数群的总妇吴建廷 在景队镇这个世界瓷器之都 竟正的残酷可想而知 大量的窑户随时出现 也可能随时倒闭 今天还是豪商聚谷 明天可能流落街头 大量移民的涌入 导致景队镇最终形成三大行业帮派 都长帮控制了烧窑业 而瓷土 窑柴 点大 百货 中西药 茶叶 粮食等 几乎所有的生活服务业 则完全置于灰州人的控制之下 公元1909年 灰州奇门人康达 向蜻蜓起奏设立景阵镇商会 此后当地的商业环境日渐合理 谁能料到当年这个弹丸之地 竟然有超过37个书院和会馆 对于景德镇这样一个 这么一个就是五方杂质的一个 一个小镇 而且官府的力量又不是很强的话 这个 这些就是民间的组织和机构的话 其实发挥了很好的一个治理的效果 让我们看看19世纪的景德镇 当时这里具备了完整的瓷器生产链条 质量和产量都达到手工业生产时代的高峰 所以他以前的景德镇淘工 他有一套这种管理体系的 这种管理体系他不是民的 他就口口相传的一套行规 大家都知道这个行规 都不敢违背这个行规 一旦违背了行规 他就把你赶到河对岸 叫做18度 然后要砍你的草鞋 因为以前景德镇的人 所有的工人都穿草鞋的 所以就要砍草鞋 把你的草鞋砍掉了以后 就意味着你永远必屈出景德镇 你永远不能再到景德镇 为到瓷器生产 以辉州人为核心的商人 发展出配套服务业 保证了瓷器生产的正常运行 而来自全国的大小商榜 涌入景德镇 将这些精卫瓷器分销各地 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完整的 瓷器商业帝国出行 但当我们仔细思考 这里面似乎缺少一个 关键的商业环节 公元1602年 社会性融资 开始在阿姆斯特丹出现 荷兰东印度公司 正是凭借这种创新金融工具 其舰队才有能力击败拥有 教皇支持 不可一世的葡萄牙战舰 控制东方航线 占尽与东方的贸易先机 古代景德镇缺少的正是金融系统 我们知道恰当使用金融工具 能令实体产业加速发展 景德镇瓷器产业的繁荣 令生产者借贷需求 急剧增加 络绎不绝的商人们 处于自己安全便捷的考虑 也迫切需要钱庄汇兑功能 在景德镇 最具金融实力的 无疑是挥上 白光华从事了近四十年的 文物普查工作 足迹遍布景的镇各个角落 大皇家下落 这里整齐排列的老房子 似乎刚刚被时光机 打印出来一般 带着历史的余温 你好 它那个房子是年代比较久远的一个房子 现在两三年没有人在这里居住了 原来那个房东也没有留联系电话给我们 这个房子是晚清民国时候的建筑 是个灰山的他们做的 这个原主人也不在 就我了解 下个世纪 一二十年代 他曾经开了一个钱庄 相当于现在我们的银行 灰州人凭借雄厚采力 从明朝末年开始 大量涉足存款 放款和汇兑业务 今天看来 尽管当时的金融服务种类有限 但客观上 为锦德镇的陶瓷贸易 提供了更大的支持和流动性 令市场上的生产和销售 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到了清朝末年 京德镇钱庄 几乎都是由灰山开设 且依据规模 分为福禄寿三个当机 不仅如此 灰山还把持了钱庄业公所 未经其核准 任何人不得在锦德镇 开设钱庄 这个城市的市场金融 完全被灰山控制 时过境前 那些在数百年前 为锦德镇提供巨大金融支撑的钱庄 随着时代的发展 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今天 大皇家下楼一号 以人去楼空 当年的商业和街坊邻居 早已不复存在 即便不远处国有磁场高耸的烟囱 也被新建的高楼 完全遮盖 灰山他一个是从事盐业 然后金融就是钱庄的话 也是他们一个最主要的经营的一个生意 这跟他们本身的传统是有关系 而独唱人好像他没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他基本上其实靠体力 靠技术来吃饭 在包括徽邦在内的商邦悉心经营下 锦德镇尝试繁荣 为职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钱庄作为那个时代重要的金融机构 对于工商业资金的融通 起着重大作用 加快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为至此业分工的计划和专业化 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环境 灰州人在锦德镇涉足几乎所有的 我们今天称为商业的行当 如药业 筹布业 粮食业 百货业和杂货业等 更重要的是 他们在锦德镇开设钱庄 建立了当地的金融体系 提供金融服务 随着触角的伸展 金融资本开始渗透到锦德镇方方面面 将人们从封闭的亲缘关系和行业对立 逐渐走向协作与依存 金融业为至此作坊 遥口 提供资金周转的便利 到了清末明初 灰商在锦德镇开设超过一百家钱庄 那些钱庄为锦德镇制此业 建立起一条永不断裂的资金链 锦德镇以无与伦比的陶子工艺 取得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之后 各种帮派又从商业角度 将这独特力量转化出来 为锦德镇磁器的世界之旅铺平道路 最终到达全球 各个角落 最终到达全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